红颈心灵终结中声波侦测仪优缺点警数 声波侦测仪是心灵终结中焚风子阵营的辅助性单位造价950 装备了声波侦测仪部署后可侦测各种肉眼或常规的雷达所无法看到的物体以及它们的可逆行动 侦测范围机动状态下为4部署状态下为13 拥有两气能力也同样能够在水面进行部署来侦测水下隐形单位 且部署时会让作用范围内使用金箭火箭的单位的火力提高15% 也可以侦测疯狂伊文纵火狂和磁阵恶徒的炸弹 但会被战斗要塞轻松碾压 也不具备任何攻击性需要进行保护 所以你觉得它实用吗